五级芝麻一带今天发生了严重车祸 共有六个人受伤送院 包括校车上的两名小学生 26岁的男轿车司机因为拒绝做酒精检测而被捕 轿车上另外三名乘客也因为抵触交通相关条例而被捕 网络视频显示 校车的车头左侧严重损毁 两个前轮脱落 挡风玻璃严重破裂 路旁的一只灯柱也被撞倒 出事的轿车冒出滚滚浓烟 起火燃烧 警方是在清晨六点左右接获通报 民防部队表示有一人受轻伤 但是拒绝送院